咱们接着说呀 凡人修仙传第六百二十三集 原姓大汉 这脸上泛起了一层红光 既然父兄说是 那就肯定没错了 我们马上追上去 这条通道虽然没有多宽 多半是条分岔通道 我们一点点追过去 总能将此物逼出来的 嗯 言之有理 那我们这就 这父姓老者刚点点头 这话刚说到一半 忽然间就轰隆隆的声音传来 随后三个人脚下同时不稳 整个洞穴就摇晃了起来 接着一阵阵惊涛骇浪般的吼声 从这洞穴外头传来 仿佛声音就在不远的样子 三个人是一惊之下 同时身上的灵光 闪动一起划为三道顿光 飞离了此地 转眼之间呢 几个人出现在通道中 两女正一脸吃惊的望着前方呢 那里竟然传来一声接一声的脚步声 那也不知道是什么庞然大物 竟每一下都让整个通道聚颤一下 同时那惊人的吼声也是从同一方向传来 显然是同一个东西发出来的 他们互相看了一眼 不用谁提醒 纷纷祭出自己这法宝 那脸色凝重的望去 别人因为黑色的阴风 阻挡着视线没法看出太远 韩丽呢 却早已瞳孔蓝光闪现 一下子就看到了百余帐外的一个鬼物 结果不禁倒吸一口凉气呀 那竟然是一头浑身长满绿毛的巨狼 那此狼四足着地 足有三丈来高 头颅啊 就跟这个小屋般那么大 一对硕大的狼目赤红如血 四只狼爪子更是乌黑锋利 仿佛这个利刃一般 但是最让韩丽心惊的是 这巨狼口中发出巨吼声的同时 一团团绿色的湿火 从嘴里头不断地喷出来 偶尔两侧的兵壁 被这些绿器擦到 立刻出现一条条深浅不移的元曹出现 闭光闪闪呈现融化之状 韩丽的心中突然浮现此种鬼物的名字 狮狼 狮狼 但是呢 一般的狮狼就是普通的鬼物 即便是体型再大一点的 也没有这么夸张的 这狮狼的庞大 那根本超出任何典籍的记载 而且 此狼身上散发出的气势啊 根本不是普通鬼物可以比拟的 韩丽正想开口提醒一下其余的四个人 但是 目光一转之下啊 忽然就看见了 巨狼头颅上扮演着一物 口中不禁惊喜地叫出声来 这是 银芝马 傅姓老者微微一扭头 恶然问了一句 什么意思 韩兄 你这话什么意思 前面来了一只非常厉害的鬼物 银芝马应该和他待在一起 韩丽非常简短地回答 一听到这话呀 其余几个人面色 顿时露出大喜之色 银芝马 这个时候啊 那巨狼庞大的身形 终于在这个阴风中若隐若现了 虽然还没有看清楚巨狼的真实的样子 但如此巨大的身影 立刻让父姓老者和大汉啊 心中都是一鳞 脸上的笑容迅速地脸去 黑衣美妇欲容一沉之下 突然食指连弹 十余颗白色光球脱手射出 但是这光弹呢 没有迹象巨狼 反而斜上射去 并在高空爆裂开来啊 刺目的白光一片 顿时把眼前大片的地方照应得非常的清楚 这四个人的美妇 这四个人脸色均不尽一变 那他们可都是阅历非同一般之人 此狼可怕 自然一眼就看出来了 不过在这一瞬间 他们同时也看到了 趴在狮狼头上的一个 白乎乎的东西 虽然下半身完全没入绿毛之中 但是露出来的部分 那完全是一个白白嫩嫩的马手 一双碧绿的眼珠子 死死地盯着几个人 这下几个人又惊喜交加起来了 父姓老者出言提醒 大家小心 千万不要让银芝马趁机跑了 这狮狼大概是变异的鬼物 虽然有些棘手 但是我们五名猿 应其修士击杀他 是轻而易举的事 白道友 你光负责抓着银芝马就行了 父姓老者说吧 一拍腰间这橱袋 一根锁链状的法宝 散发着乌光 飞射出蟒蛇般 朝着对面的巨狼啊 闪电般的套去了 其余几个人文言也纷纷出手 拿着黑衣美副袖口一抖 三只赤红飞剑击射而出 大汉呢 则一点身前的玉牌 木然的从中飞出 数条带着翅膀的怪蝎 向前扑去 韩丽呢 张口轻轻一吹 树把飞剑顿时灵光大放 化为片片的金光 席卷而出 与此同时 白瑶仪 手掌一翻 一只半透明的丝网 出现在手里头 轻轻一抖啊 寒光闪烁 这丝网化为一片白气 像巨狼头顶的阴之马 是直接就罩下去了 虽然这五个人是第一次联手 但是诸多宝物接触之下 仍然是声势惊人啊 那阴之马似乎颇具灵性 那一见到攻击 一下吓得身形往下边一趴 就死死藏在这狼毛里头 再也不肯露面了 这狮狼一见如此多的攻击啊 目光中凶光一闪 吼声一停 大口一张 一股碧绿的火源源源不断的喷出 瞬间化作一片滔天的绿浪 是迎向了几件法宝 这一时间绿燕光芒 交呼相应 纠缠到了一块 那无论是韩丽的飞剑 还是其余几个人的宝贝 竟被这狮火拦住 而无法进巨狼身前半步 那几只从玉盘中招出来的飞蝎 尚未来得及躲避 就被绿燕迎头一照之下呀 顿时化作了青烟 仿佛此尸火威力不小的样子 原本应对银芝马下手这白色的丝网 也同样被绿燕托起 是无法落下 见到这个情景 白瑶仪忍不住地冷哼一声 北极小夜宫啊 原本就处于冰天雪地之地 此女无论是法宝功法 都是以韩属性为主 自然对这区区的失火 根本就是不屑一顾的 还没有等韩丽等人 有什么反应啊 他两手一掐绝 口中一声娇斥 身上骤然间是灵光大放 一层白气随之冒出来 一团艳丽异常的金光 让此女在其中啊 犹如冰川天女一般 是飘逸婀娜 四周空气的温度 瞬间即将 那韩丽和父姓老者还好 黑衣的美妇和那大汉 猝不及防之下 却忍不住打了个冷战 这巨狼啊 似乎也觉得不太妙 深吸一口气 木人口中失火一下 喷吐的更多出来了 几乎与此同时 白瑶仪把那一张口 把那柄冰扇子喷出体外 一个盘旋后落到手里头 浑身寒光大放的他呀 对准狮狼轻轻的一扇 扇下 这一次啊 从这扇子中呼啸而出的 并非是韩丽先前见到的那个 黄蜂 这一次啊 竟然是无数夹杂着 冰晶的刺骨的风 向着对面席卷而去 绿白两色光芒大放 顿时将其余法宝灵光啊 全都淹没下去 阵阵的爆裂声 更是不时的从两者冲撞中 轰隆隆的传出 这狮狼喷涂的狮火 还真是犀利异常 一道专门克制的冰属性神通 竟然还能丝毫不落下风的样子 那这白妖一见此 脸上一丝红云闪过 同时心中大脑 手中的冰扇微微一晃后 竟一下儿胀大了 被许从扇中喷出的冰风啊 自然威力大增起来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丧子演播的凡人修 而这个时候啊 试探过狮狼的 这一番的老者等人啊 自然不会这么看白妖仪 艺人和此鬼物斗法 当即这老者 冲先前祭出的锁链 一点指顿时 在链上砰的一声轻响 黑色的火焰一下子 在链得上呼哗响的烧起 接着此链一换后 幻化出数十根 一般无二的火链 瞬间形成了一支 巨大的火网 在这巨狼头顶上浮现出来 并往下狠狠的一落 犹如天罗地网一般呢 而黑衣的美妇 口中念念有词 那三口红红的飞剑 一阵的极颤之后 木然的是三剑合一 化作了一口 杖许长的巨剑 剑气是纵横 狠狠地斩下去了 原姓大汉倒是不动声色的 把手中这玉盘一收 一个蓝色葫芦出现在手里头 从中喷出了一股浓密异常的紫雾 缓缓对对面飘去 那也不知道有何神效 韩丽眼见其余之人 进出神通 没勺飞飞的一跳 一只绣袍不经意的一抖 一道红线一闪即逝的 从这绣里头消失不见了 如此多攻击同时压下 这巨狼纵然神通不小 也大感不知 在空中火链和赤红巨剑 方一加入之后 这狮火立刻就被压得节节后退 那紫色浓雾呢 也马上要飘制过来的样子 这狮狼虽然灵智不高 但是天生的狼性本能 仍然让他感觉到了危险 当即周神绿光一闪 身形骤然缩小了一圈 接着背上部分粗硬毛啊 一下就耸立起来 一声嘀吼下 一蓬蓬的绿芒 密密麻麻的积涉而出 竟一下子把五个人呢 全都照在其中了 这下倒是出乎几个人的意料之外 但也不敢小事地 纷纷施展神通 抵挡这些绿芒 手中的攻势自然一缓 哎 就在这片刻的耽误 这变异的狮狼突然一个掉头 一下向来路狂奔而走 这一下老者等人都不禁一愣啊 就在这时候 红芒一闪 一根红针在巨狼一侧诡异的浮现 在一闪之后 飞针化作一道红线 是扎在狮狼的护体绿燕上 扑的一声后 红线锋利异常地 穿透绿燕而过 巨狼一惊之下 拼命地一摇这个狼头 但仍然被这红线 扎入了脖颈之中 从另一侧洞穿而出 口中腹痛一声巨吼 这狮狼顿时 四足生出黑气的机舍而出 一下子 没入了阴风中 是不见了踪影 见到此幕 老者等人自然是大喜过望啊 追 这时候不知道谁口中一声大喝 几个人身上灵光大放 就要驾驭着顿光追去 但就在此时 韩丽腰间突然传来一声 提鸣 声音不大 但是韩丽脸色却大变地 反手一弹 树道青色剑气纵横射出 狠狠地像尸杖外的地面 轰隆隆地几声 但这地面上幽光一闪啊 树枝乌黑的人手 诡异地浮现 手指一动 把这几道剑光轻易地弹开 接着 那里是阴风大作 打里边 隐约地献出了三个 摇摇晃晃的人影 正是那三具 在路口处出现过一次的干尸 他们也不知道是有何图谋 竟然能避开路口的法阵 尾随几个人到了这儿 并一直巧妙地潜藏不出啊 但是当韩丽等人要离去的时候 一具干尸一时疏忽的气息外露 却让韩丽灵兽带中的提婚兽 察觉到了 才被逼现身 这些干尸虽然同样干瘦 但是高癌体型还是稍有不同的 以韩丽过人的记忆 自然一染就认出了 一只眼熟悉异常 赫然是应该化为灰烬的那句 这韩丽脸色不禁微变 而一旁的黑衣美妇老者和白妖仪 也同样发出一声惊呼 这些干尸怎么活过来了 我发现的时候 可完全是死物啊 竟是那黑衣美妇诧异的声音 看来啊 他在其他洞穴中发现过另一只 而白妖仪也是吃惊 则自然是和韩丽同样的原因 脸上现出一丝惊慌的神色 这时候傅姓老者问道 怎么 你们认的这些鬼物 现在顾不得其他了 先追上那阴枝马要紧 韩道友 程师妹 你们两人留下对付这些鬼物 其余的人 跟我去追那灵物 若是被他再次躲藏起来 想找出来就不容易了 傅姓老者虽然对这三具干尸的出现呢 同样是大感意外 但是他却一心想抓住这个阴枝马 再说 在他想来啊 无论是韩丽还是他这长师妹 对付这三具诡异的恋尸 还是他们三个人对付那只狼 都绝对没有问题 而其他人呢 也没有表示反对的意见 在黑衣美妇和韩丽应声点头后 父姓老者三人不再迟疑 化作顿光腾空飞走 是直追狮狼消失的阴风之中 韩丽把这惊化飞针一收 和黑衣美妇并肩而立 冷冷地望着这几只干尸 虽然鬼道神通 原本就诡异的异常 但是尸体被辟邪神雷毁掉 还能重新浮现 那实在是有些不可思议了 孤儿韩丽表面上神色如常 但是心里头自然多加了几分小心 这美妇人身为九幽宗的长老 对着魔宫妖鬼功法呢 了解甚多 同样不敢小觑这些干尸 头顶盘旋的红色巨剑 虽然光芒夺目 但是他没有贸然地动手 韩丽两个人这般镇定啊 但是面对干尸 见另外三人远去 却都按捺不住了 中间身形这只较大的呀 突然大步向前两步 同时一张嘴 一根灰细的丝脱口喷出 是直奔美妇击舍而去 哼 找死 这美妇面色一沉 口中是冷哼一声 绣袍一朵呀 十余颗火球连着一串 从绣中被击射而出 随后有一指头顶的巨剑 这巨剑虚空一批 一道赤红的剑气狠狠地斩下 在此女想来 那这不起眼的细思 顶多是湿气凝炼而成 火属性功法是正好克制的 结果却惊人的一幕出现了 扑扑直升之后 这灰丝视若无睹地 洞穿所有的火球 接着火光一闪 这火球全都凭空不见了 瞬间被这细思 吸纳的是一干二净 而紧跟其来的赤色的剑芒啊 斩到此物上 也不比火球抢哪儿去 只让这灰色呢 细思韧性十足地一晃 同样被吸纳得无影无踪 此细思丝毫没有停顿 那就到了美妇人的跟前了 今天呢就讲到这里 下一集中 桑子将继续为您播讲 凡人修仙传